大家好,这节课我们学习在ES6当中提供的另外一个新的特性 叫做Probacy 这单词本意翻译过来叫做代理的意思 首先,我先用一个生活中例子给大家讲解一下 到底是什么叫代理 比方说小区门口的保安 大家想一想,对于小区门口的保安来说 每次我们进小区也好或者出小区也好 那么我们是不是都要从保安的眼皮底下去进攻 这时候,其实保安对于我们的出的行为和进的行为 都是知道的,对吧 这是平常的情况 那如果遇到特殊时期 比如说疫情期间 当我们进小区的时候 我们在进小区这个进动作之前 我们是不是可能要有些其他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可能需要扫健康码 另外还需要测体温 这些操作是不是都是在我进这个动作之前 我需要完成一些操作,对吧 这是进 另外,比如说对于我出小区 每次我出小区的时候 可能我也需要去扫一下健康码 表示我已经出去了,对吧 这些操作是不是都是在我进或者出之前 完成的一些蓝结操作 当然这是生活中的一个例子 如果结合到代码中 比方说我有个对象 那么如果我对对象里面的属性进行复制 或者说我想取出属性所对应的值 那这样的话 我之前那个出和进的例子 对应到我代码当中 是不是就是一个存和取这样的例子 对吧 我们可以理解成在目标对象之前 架上了一层蓝结 这样的话当外界去访问该对象的时候 我们必须都经过这一层蓝结 相当于是提供一个机制 对于外界的访问进行一些过滤或是改写 这个就是为什么叫做prosy 把它启明叫做代理的这个意思 相信通过这样一个生活化的例子 大家也能大概了解什么是代理 那下面我们通过代码来学习一下 这个代理到底应该如何去使用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应该是第20个例子了 选去s 然后在入口文件当中 我们把这个20引入进去 其实在ES5里面提供了一个相似的API 也可以对属性进行蓝结 叫做object.defineProperty 这个方法之后就可以对一个对象的属性进行蓝结 大家比如说我定一个对象 叫做obg 然后它是一个空对象 这时候如果我想通过object.defineProperty 这个ES5的API 去蓝结当前这个对象的话 那么第一个参数就是蓝结这个对象本身 第二个参数指的是 我对于哪个属性进行蓝结 比如说一会儿我会在obg这个对象里面 增加一个name属性 第三个参数是一个对象 在这个对象里面 我们可以配置一些蓝结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有对应的get方法和set方法 其实如果我们只看这个方法的本意 大家也能够猜到大概是什么意思 get是不是叫做获取 set是不是叫做设置 对吧 比如说当调用get的时候 那我就输出一个get 然后当调用set的时候 我就输出一下set 表示这个方法已经被调用了 将对它直观 然后当它获取obg这个对象 下面的name属性的时候 比如说我就给它return return一个amook 大家看 然后我在这边输出 当前obg.name 大家注意 当我通过obg去.name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是我要从那对象里面 去获取name属性所对用的值 既然获取 那么它其实自动的会调用 当前这样一个get的方法 大家看 是不是能够设置get 以及对应的amook 这样一个值 对吧 然后如果我想设置值 比如说我给obg.name属性 设置值 比如说叫做es 大家看 这时候 其实是不是能够订用set 当然es这个值 我是不是应该真正的 给它设置到obg上面去 所以说对于set来说 这里面是有一个值的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给 当前这个对象的name属性 去设置对应的值 比如说设置当前这个vl的值 然后设置完成以后 我在这边再输出一下obg的值 大家仔细看 仔细看左边 其实会报错 你们发现 一直在set 而且数量的不断增加 这时候我先把热线器关掉 否则的话 我内存会爆掉 OK 大家看 其实我的内存已经一充了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看刚才我写这句话 当我在第14行 给它设置值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调用set 当我set的时候 它是不是又给当前obg下面这个name 再复制值 当复制值的时候 它是不是又叫做set 所以说我在这边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所以大家看刚才这边 一直在报错 对吧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在这边 比如说定一个新的值 比如说就叫newvalue OK 比如说它对应的值 是一个空这么串 然后当我设置值的时候 其实我是给当前这个newvalue 去给它设置成传递参数的 对应这个值 当然这样的话 如果在我获取的时候 那么我应该获取的 是不是应该也是我当前 这样一个newvalue所对应的值 这样的话 就不会形成一个死循环 比如说这边 我也先调整一下 我首先先给它设置值 设置完成以后 我再去获取值 比如说我再去获取当前obg.name 大家看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保存 大家看左边 这时候首先当我通过obg.name 去设置值的时候 我设置的 我们调用的是不是set的方法 对吧 set里面我们去给当前这个newvalue 去设置一个值 当我再去获取的时候 是不是获取的是get 返回的是不是也是newvalue 这样一个值 OK 这个是object.defineproperty 它的一个基本语法 但是这个是ES5国 给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代理的方式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在ES6里面 或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prosy 我们应该如何去使用它 首先如果我们想定义一个这样代理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应该new一个prosy 然后它后面对应的是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表示的是我们当前要去拦截的 或者叫我们要包装的这样一个对象 当然这个对象不仅是对象 还可以是方法 然后第二个参数相当于是一个代理的配置 它会对应一些勾字函数 比如说刚才我们在object.defineproperty里面 用的像这种get set 我们都可以把例子叫做勾字函数 叫做hawk 这意思就是说 我想在某些操作之前 执行什么操作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勾字函数 大家看 比如说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比如说我当前定义一个对象 比如说叫做obg 然后它是一个通对象 这时候我把obg作为它的第一个参数 我们要包装的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第二个参数我们刚才说 它叫做一个代理的配置 对吧 然后我们这样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proxy 比如叫做p 等于这个 然后我现在要给p去设置它的属性 比如说我设置一个name属性 叫做emoc 然后我们打印出当前obg下面的name属性 大家可以看代码第21行 打印出的是不是就是emoc 说明当前我这个proxy 已经对于我这个obg进行一个成功的代理了 对吧 当然我这里面的参数还没写 或者说如果我想当前用fullin的方式 去循环便利一下 当前我这样一个对象 比如说我印这个obg 然后我定义一个值 比如说叫做p 我们输出当前这个p 大家看代码第23行 是不是也能够循环便利的输出 当前我obg这个对象 里面对应的属性的值 这个预划也很简单 对吧 然后对应的第二个看数 其实我并没有设置值 也就是相当于是我还没有设置钩子 所以说当前对于我这个proxy 这个p这个对象的操作 是不是都直接转发给了这个obg 对吧 也就是相当于是 代码第20行 对于这个proxy对象进行 写name属性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是 给我这个obg进行一个 name属性的一个写入的操作 并且在便利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取出当前通过 proxy这个代理 写入的这个属性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用法 如果我们给proxy 增加一些拦截的钩子 其实它的功能会更加强大 所以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些 关于proxy 一些常用的拦截方法 应该如何去使用 第一个我们讲一下get方法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获取 这样一个钩子函数 大家看怎么用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数组 它里面对应的值 比如说是789 OK 这样一个数组 然后我想现在实现需求是 我想去检测当前数组 比如说它所对应的下标 是否有对应的值 如果有 你就把对应的值返回给我 如果这个下标所对应的值没有 那你就给我返回一个arrow 这样一个字符串 大家想一想 这种代理应该怎么做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数组 等于new一个proxy 进行向对应的代理 刚才我们说 它对应的第一个参数 是不是指的是 我们要包装这样一个对象 当前我们要代理过去 叫包装的是谁 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array 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第二个参数 表示的是 我要进行一些代理 所进行的一些配置 那既然我们要用get 这样的包装函数 这里面我们就写一个get 这样的方法 当然 这个是不是我们之前前面讲过的 是对于对象里面的方法的 一个简写形式 大家一定要认识 它对应的两个参数 第一个 其实当前你传进来的这样一个 你要代理的这样一个对象 第二个是你传进来的这样一个参数 我们先输出一下这两个参数 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参数 所代表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当前我输出一个 arr中括号1 大家先看30号输出的内容 首先target得到的 是不是当前我对应的 你传进来这样一个数据 而这个proper指的 是不是当前对应的这样一个值 1吗 对吧 因为我们要检测 当前1这个下标所对应的位置 是否有值 在这里代码第33号 输出anifund 是因为当前我这get 还没有写止 迁返回值对吧 所以说anifund是正常的 那我们如何检测在数据某一个下标的位置 是否有值呢 在前面数据扩展里面 我们是不是讲过一个这样的方法 叫做in 对吧 所以说其实可以这样 我们直接检测 当前proper in这个target 在这里面是否有值 如果有值呢 那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直接就return谁 是不是直接return target 它所对应的这样一个下标 里面这样一个值就行 对吧 否则呢 我们说是不是想返回一个arrow OK 我把这边放大一点 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构 大家可以看 当我事举的时候 我们判断当前下标所在的位置 是否有值 如果有值 你就返回下标所对应的值 如果没有呢 我们就返回一个arrow 大家看 这时候代码列34号 这句话我先注视点 是否返回一个8 下标为1的位置 对应的值是不是8 那你再看 比如说我在传入一个下标 是10这个位置 有值吗 很显然没有值 所以说 给我们返回一个arrow 所以能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 对于get这样的一个构次函数 或者叫拦截这样一个函数 应该如何去使用它 当我们想获取 我们所代理的这个对象 所对应的一些值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调用get 这样一个gold函数 去帮我们去处理一些内容 然后呢 我们的get里面 是不是可以写一些 对应的应用国际的操作 这其实就是代理的意思吗 然后呢 我们再举个例子 大家看 比如说 当前我们想做一个字典的功能 比如说 dict 就表示diction的样 表示这样一个对象 它里面表示一个字典 什么字典呢 比如说 当前我有一个你好 如果当你输入你好的时候 那你就给我返回 你好这样一个中文字 然后呢 比如说如果你输入的是word 那你就给我返回世界 这样一个字 这样的话 是不是感觉像是一个翻译的功能 当你说哈喽 那你就给我返回你好 当你说word 你就给我返回世界 那如果当前你输入的是我这个字典里面 没有的呢 那你就给我返回 这个怎么做 其实跟我上面的需求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说 大家举计反三 想一想啊 我们是不是直接可以把这个字典 把它去设置成一个对应的代理 那代理里面 是不是首先第一个参数 是我代理这个对象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 是不是我们可以设置对应的 get方法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传递一个target 比如说再有一个proper 这个形成的名字 大家自己去起啊 可以去改的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同样判断 当前你传递的这个值 在我的对象里面是否存在 其实我这边是不是还可以用这样一个 印啊 对吧 当然我一定是 proper.去印 当前我这样一个target 我们判断 它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呢 我们是不是就返回 对应的target的这个对象里面 所对应的proper 这个属性的值 否则呢 我们就把当前你传这个值 原样返回啊 既然我翻译不了嘛 那我就把你返回 当然这边不能是字不算啊 要把这个属性直接返回 然后呢 我们去测试一下 比如说我输出 当前我想测试一下 在我这个字节里面 是否有对应的word 这样一个字 不保存 大概代码46号 是否能够返回世界 对吧 那比如说 我传入一个imoc 大家看 这边能翻译imoc吗 很显然不能 所以说这边是否把imoc原样返回 当然这个例子并不复杂啊 其实这个呢 是对于对象的一个代理 这边呢 是对于数组代理 我们可以对比着去看 这是对于get 这样一个勾字函数的使用 我相信大家也一定能够理解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讲一下set set这个勾字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设置的意思 对吧 对于这个set这个勾字函数呢 我们也是这样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数组 它对应的是一个空数组 然后呢 我现在这个想往数组里面 去设置值 但是呢 我这个数组有些限制 对于我这个数组 我只能设置number 类型的数字这样的值 如果你添加其他类型值的话 那么我可能就可以给你 抛出一个错误 这个用代理应该怎么做 大家看一看 我们是不是直接可以把这个array 然后呢 是不是等于new 我们的prosy 对吧 第一个参数 是不是代理的是array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对象 我们上面是不是在对象里面直接写的是get 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写一个set set后面对应参数是这样几个 第一个参数呢 指的是当前我们这样一个目标对象 比如说我们还叫做target 第二个参数呢 其实指的是当前目标属性的值 比如说我们就做proper 第三个属性 其实指的是 我们要给这个目标的属性 要设置的那样一个值 比如说我们就做val OK 然后呢 那既然我要给它设置值 而且我们的要求是 只能设置number类型的值 那怎么办 那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能需要去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 是不是判断一下 当前你给我传递这个值 它的类型 是不是等于number OK 如果是呢 那你就把当前 它所对应的 pros这个下标 所对应的值 那就设置成对应的val 然后如果设置成功呢 我们就return一个处 否则 如果它不是那边的类型的值 那么呢 我们直接就return一个force 表示设置失败 大家看啊 怎么用 比如说正常情况下 我们把我输入里面去 设置一个值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应该是 already.push push就是往里放直嘛 对吧 比如说我换一个5 然后呢 我们输出当前 ar下标为0 那个 因为5是下标为0了 大家看 是不是在第62行 就能够得到下标为0 这样一个5 对吧 比如说我们再去push一个 比如说再push一个6 这时候 我再输出arr中公号1 大家看哦 是不是就能输出 对应的5和6 所以说大家有注意到 我们虽然通过propsy 去代理了当前 我这样一个数组 但是呢 数组里面自带的方法 是不是仍然是有用的 比如说push 这不是我们定义的吧 是不是数组自带的方法 当我们通过push方法 去往个数据里面 插入值的时候 大家发现 其实它也能够进行 相当代理 或者说 我们再输出一下 ar的长度 办法6和3行 长度是不是2 所以说 我们用propsy 去代理一个对象的时候 其实它并不会破坏 这个对象 原有的一些东西 它里面自带这些方法 其实都是正常支持 我们学习完 get和set 这两个很常见的勾算数以后 我们再讲一个 对应的完结操作 叫做hass 其实hass的作用 是用于判断 当前这样一个key 是否在我的对象里面 它会返回一个 对应的布尔形的值 这个怎么用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大家看 比如说 当前我有这样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 假设它表示的是 有开始跟结束 比如说 从1开始 比如说 到5结束 表示的这样一个范围 然后我想传入了一个值 我想判断 当前这个值 是否在我当前 这样一个范围内 那其实我们就能够用到hass 这样一个拦截的函数 大家看 比如说 当前我给这个rent 然后等于new proxy 同样的第一个参数 还是表示 当前我要包装这样一个对象 对吧 或者将拦截这样一个对象 GoTo函数里面 我们写一个hass 大家看 第一个参数 target 还叫target 第二个参数呢 pro 这些参数都是一样的 跟概念的算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正面要判断 当前你传递进来这个pro 是否在我这个范围内 大家想一下怎么判断 比如说 当前你传这个值 如果大于等于 当前你这个目标里面的 start值 并且呢 你是不是这个值 还要小于等于 当前我目标的 这样一个and的值 这边多打一个 然后啊 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才是我们要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是否符合调研这个结果 把它return回去 return呢 是不是一个对应的 不耳性的值 这时候我们看 比如说 我们输出 输出什么呢 比如说 2 是否在我当前 运指这样一个范围内呢 大家看代码的系列 是不是处 否则大家看 比如说我有一个9 9在这个范围内吗 很显然不在 它就会返回一个false 这个呢 就是hass这样一个 勾字函数 它的作用和应用场景 接下来呢 我们再讲一个 很常用的一种 拦截方式 叫做onkiss 这个拦截操作呢 是用拦截 对象的循环变力的时候 进行一些拦截的 比如说 我们先定一个对象吧 比如说obj 然后呢 它对应的设计对象 假设有name属性 叫做emboq 然后呢 我再给它设置一个 symbol的一个key值 大家记得symbol怎么设置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 我们设置一个symbol 对吧 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 对应的描述 比如说 我们就叫es吧 然后呢 它对应的值是es6 当然 这个语法会错误 为什么这样 这边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变量 前面在es6的对象里面讲过 如果key是一个变量的话 那这边是不是要加一个 中国号 表示它是一个变量 对吧 这都是es6前面讲过的新的方法 然后我想问大家 当前如果我想循环变力的 输出当前对象下面的 每一个属性 应该怎么办 其实在symbol那节 我们讲过一些 循环变力的方法 对吧 比如说 我们看 有个方法叫做object.getOnPropertyNames 这个方法 其实能够用于返回 不是symbol的这些的件名 大家看 比如说 我把ob接传进去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 松口给一下 输出一下 大家看 它返回的件名 应该只有name 并没有当前这个symbol 因为这个方法 它并不会返回 symbol的形象这样的件质 大家看 其实跟它对应的呢 还有叫做 getOnPropertySymbols 这个方法 大家看 第85行输出的 你发现 它好像只有symbol 对吧 并没有普通的这样的属性 然后我们再看 对应的 还有个叫做keys 我们看一下keys 能够取到哪些属性 第86行 大家发现 也是取到 不带symbol的 这样的属性 另外 之前我们是不是 还常用的一个叫做 forIn 用于便利我们的对象 对不对 比如说 我定这个ob接 然后呢 我定一个key 然后我们在88行呢 输出这个key值 大概在88行 你没有发现 它对应的 其实也是内部属性 并没有symbol 这个呢 是不同的 这种对于对象的便利方法 它们之间的差别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又复兴了一下 其实当前 我们要讲这个onkeys 这样一个拦截操作 就是对于这些 循环便利 它们进行一些拦截的 比如说呢 大家直接看代码 我现在有个这样的需求 假设我有一个对象 它表示的是 我当前一个用户的信息 用的info 是个对象 然后呢 这里面可能有用户的名称 比如说系称 有用户的年龄 比如说今年我34岁 可能还包含一个密码 比如说 诶 这边的密码 是什么值 这值呢 我不想大家看到 然后呢 大家注意 我现在想这样的需求 假设 我的password 下面加一个下构线 我们这个下构线呢 想表示当前 我这个属性 是一个私有属性 也就是说 我在变利的时候 不想让别人变利出 当前以下构线 开头的这样的私有属性 大家听明白 有趣情了吧 那这个应该怎么做 就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用onkeys 这个拦截器去做 大家看 首先 我们是不是应该 给userinfo 去把它进行相应的代理 对不对 newpricacy 然后第一个参数呢 是不是应该是 userinfo 第二个参数 是一个对象 这时候 既然是循环变利 我是不是要 循环变利的判断 每一个属性 它对人的key值 到底是不是 与下构线开头的 那这边 我是不是应该 就可以用这样一个 onkeys 这样一个 拦截操作呀 对吧 第一个参数呢 还是我们的target target就是当前 我们代理的对象嘛 对吧 那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应该 去循环变利 当前有这个对象 看看里面 到底哪些属性 是以下构线开头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 比如说我们用点keys吧 然后呢 去循环变利 一个target 然后我们在 复习es5 速度变利的时候 是不是还用过一个 叫做filter 这样的方法 每一项的值 比如说我们去 过了一个key 然后呢 我们写个键度环数 大家看啊 我们判断 当前这样一个key 是不是以下构线开头的 我们在es6的 自无串扩展里面 是不是讲过一个 自无串的扩展方法 叫做点 start 位置 大家记得吗 它的作用 是不是因为检查 当前自无串 是否以谁开头 比如说我们判断 是否以下构线开头 如果它不是 以下构线开头 那是不是才是我想要的 因为以下构线开头的 我们是不是想保护起来 不想把它 去循环面利出来 对吧 当然大家没发现 现在这些语法 其实我用的基本上 都是es6的新的语法 大家一定要去 习惯于用一些 新的语法吧 当然 我把最后的结果呢 给它 留下回去 然后大家看 这时候 比如说 我们循环面利它 刚才我们说 当前onkeys 对于这几种循环面利的方式 是不是都支持 比如说我们就用 fillin吧 最简单的那种方式 fillin 我印这个userif 然后呢 我们去 循环面利 这个p 这时候 我们输出 对应的p值 大家看 103 我们把这个展开一点 大家看 对应的属性 是不是只有 name属性和age属性 而下方线开头 这个password的属性 是不是已经被过滤掉了 因为当前 当我们用fillin 循环面利的时候 其实它就能够 经过当前onkeys 这样一个 拦截操作 OK 那我们再试一试 从复印以外 比如说 我在输出 object.keys 刚才我们试过 object.keys 是不是也能够取出 它的属性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取出 当前 userinfer 对应下来的属性 我们看看 有没有password呢 大家能发现 是不是也没有password 因为当前 object.keys 是不是也能够 被onkeys 去拦截 然后是不是根据 拦截规则 返回符合规则条件的 这样的属性的值 这个呢 就是onkeys 这样一个拦截操作 它的作用呢 就是用于对于 当前对象的 循环面利 这几个方法 进行相对用的 拦截操作的 在下节课呢 我们会讲 privacy 其他的拦截方法 以及 我们会讲解一个 相对综合的例子 把前面讲述的拦截方法呢 都应用在 当前这个例子里面 并且呢 在下节课我们对privacy 这些常见的 拦截方法会进行一个总结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这些常见的 General 起飞 这里 年